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ABC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宜文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甜甜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维伦 维伦甜甜,你们有看过《玛丽与我》吗? 那是卡通吗?我没有看过耶 《玛丽与我》就是有一部关于一对夫妻领养一只黄金猎犬的故事 这部电影主要在说那只狗狗陪伴他们的一生 一起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 让大家知道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呢 那你们想要养狗狗吗? 我想我想我想养一堆耶 那你们知道最近有个新闻吗? 就是啊,有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女子海莉 她带着她一岁半的克勒佛 在住家附近社区散步 途中突然癫痫发作晕倒在地 身体还不断抽搐 克勒佛看到海莉昏倒后相当的紧张 不知所措的在海莉身边转了好几个圈 她先是前往主人身旁查看情况 接着挣脱牵绳 冲到马路上拦截一辆正在行驶的轿车 寻求救援 轿车驾驶发现有异状便下车查看 确认海莉状况后 便前往附近住家暗门领求住 及打电话报警 事后一名路过的女邻居也加入救援 并协助联络海莉的家人 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则新闻 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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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掉进河里 不过他的朋友救了他的命 第二个单字 暈倒 晕倒 晕倒 她饿得快晕倒 第三个单字 不知所措 be at a loss 不知所措 be at a loss I'm at a loss to know how can I help you 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I'm at a loss to know how I can help you 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这样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在一起听新闻 学英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传播艺术系 文昭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